歡迎來到節目第二節 第一節分析客隊馬的實力 第二節當然要說主隊馬 主隊馬其實也有兩部分 純主隊馬或入籍到澳洲的歐洲馬 其實看現在的排列表 全部都是純澳洲馬, 都是入籍到歐洲馬 但如果你說的, 其實是純澳洲馬 24隻參賽馬竟然有18隻來自歐美 算是以往年最多的嗎 多了, 多了 其實今年多了純歐洲馬 即是背著歐洲國家的馬尼排 今年多了 歐洲代表馬 因為早兩年, 例如最水秀 我們說回入籍澳洲, 即是耳民 剛剛在麥堅倫錦標看到的冠亞軍 全都在 玻璃杯琴和萬里洋 其實這都是歐洲馬尼 萬里洋甚至是早一年都參加過 玻璃杯琴 其實我們在英國的月亮直播賽事 見過它, 當時的成就很一般 到麥堅倫錦標好像完全不同了 完全…他贏上來也挺有說服力 不過贏完之後, 莫麗華 再見, 別碰我了 這次也走不走 那天我很清楚記得 在馬尚訪問的時候 我說別碰我了, 還是第二部分 這次和萬里洋一起來 是否真的這麼不樂觀 不過我有點擔心他的路程問題 而且因為他移了直到澳洲後 他跟隨了澳洲的方向 慢慢跑… 我始終有點擔心他的體力問題 縱使在這幾個星期內 其實我們也連在這次第三次 他當中好像剛贏了麥堅倫錦標 但之前在郭士盾到底 為何會這樣表演 好像無法起步, 算了, 放過NG 但也算是節省了點力 在郭士盾, 贏了麥堅倫 但幾天之後又跑了麥堅滿杯 除了體力之外, 還擔心他的路程 萬里洋又怎樣? 其實萬里洋有點驚喜 我覺得實力一早就見盡了 但今年, 尤其是開了澳洲馬桂之後 表現好像還有進步 反而我覺得這隻也可以… 因為有經驗 對, 要留意為甚麼 始終入籍後節的第一年 表現真的比較普通 但如你所說, 可能經過一年的黑國水土 而且始終在歐洲和澳洲 作賽的方法都是有點不同的 適應之後, 好像今季來到這三、幾個月 才真正顯示到他應有的實力 而事實上, 剛剛在麥堅倫錦標 其實他追上來跑的第二 那個表現, 我有四個字, 平耀而已 就是又有餘力 所以幾天之後再跑這個米爾本杯 我覺得他最低限度 又是很大機會反鮮 鴨尼杯琴 其實他有點預演了 去年的同時期, 他走第二條線 先跑靈智錦標 然後不能進去, 輸了 但跑來適尼杯又是三千余 好像已經預演了今年 我的部署正確的話 就可以跑這場賽事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這麼舒服 看得到遠慮 適尼杯 適尼杯 到現在是一年的事 我覺得萬里洋有些進步 是有一點黑馬機會 至於一代畫家和一見傾程 兩部分都在歐洲跑 而最近是移到澳洲 一見傾程就更加了 葉森打比亞軍 想不到你跑麥爾本杯這麼快 一代畫家也在卡菲爾德杯 看見不錯, 走得不錯 兩匹一, 怎麼看? 兩匹一, 能否做到一哥 如果兩匹一 我看一代畫家的引證會較多 一來他本身在法國或德國 其實已經累積了很足夠的經驗 不過驚喜就是上一場賽事 卡菲爾德杯 他居然留到禁後 而能夠追上來的話 不像一隻剛剛落地的馬 我想這件事可以稍微秤高一點 一件傾程 就是今年才離跑澳洲賽事 這幾場都還未能贏 但如果比賽上來的賽事水準 自然派錦標 是輸給壓軸抽獎 我覺得可能比他更多時間適應 可能會更好 不提及一代畫家 有德國馬 今年德國馬多厲害 海旋門大賽也贏了 一代畫家第一次在澳洲落地 就這麼厲害 同場還有一隻這種馬 伊朗也是 在滿尼谷金杯的走勢嚇人 這麼厲害 第一次落地跑 對,其實如果說到滿尼谷金杯那場 我們賽前也說這隻伊朗 來到這麼短時間 又好像還未上力 準備也好像不是太足夠 但也這麼好表現 其實挺可怕的 因為滿尼谷金杯那場 贏馬的是美尼堅 對 其實可以跟他這麼接近的話 我也覺得跑完那場之後 有個熱身 因為畢竟是歐洲馬 不用跑一萬米 我也覺得這場 因為最低限度的綁又拉遠了 我就覺得他很有危險 其實那場的難度真的挺高 他本身在德國 也沒跑過2500米 最長也是去到2400米 但居然一落地 是可以跑到這麼接近的一隻第三 我相信歸功於誰 歸功於蓮馬斯 肯定是